为保护国人的住宅用地 政府宣布从今天开始 外国人需要获得有关当局的批准 才能够购买被规划为商业级住宅用途的地段 绿政部和新加坡土地管理局发表联合文告 宣布修订住宅房地产法 被规划为商业级住宅用途的发展地段 将从非住宅房地产土地用途名单中撤除 今后这类项目将会被视为是住宅房地产 并受到住宅房地产法的管制 这意味着外国人包括个人或公司 如果有意购买这类用地或者是房地产 必须要先获得当局的批准 而目前已经拥有这类用地或者是房地产的外国人 则是不受影响 不过如果他们希望保留或者重新发展有关的房产 就需要寻求当局的批准 当局表示 这项措施是为了保护新加坡人的住宅用地 пред典击